弥加书 先知弥加住在南国犹大一座无名小镇中 他和以赛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当时以色列已经分裂为南北两国很长一段时间了 两国都违背了自己跟以色列神所立的约 所以弥加警告说 神会允许邪恶的亚述帝国攻打北国犹大 同时掠夺耶路撒冷 之后兴起的巴比伦会带来更大的毁坏 同所有的先知一样 弥加代表神责备以色列 就像他在第三章中所说的 至于我 我借耶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 公平 才能 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 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所以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 是先知弥加对以色列民的谴责 和对神要施行审判的警告 但同时 针对这些警告 弥加也给出了盼望的信息 他说 神会在施行审判之后 再次复兴他们 来 我们一起看看 书卷的前两部分 是弥加对以色列 国家和领袖的责备与警告 第一部分以一首诗开始 描述神在以色列显现 就像在西奈山上显现一样 有火 有烟 和地震 但这一次 他没有跟他们礼约 而是审判以色列 五百多年来的叛逆行为 弥加接着指出 以色列国中所有背逆神 招来审判的城市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弥加批判以色列的领袖 说他们通过盗窃和贪婪 积累财富 他提到亚哈王 在《猎王纪》上 一章二十一节 偷取拿伯家的葡萄园 另一件事 是以色列众先知都败坏了 只要能收钱 就乐意向任何人承诺神会保护他们 但是弥加说 神已经从以色列撤回他的保护 在第二部分的指责中 弥加再次指出 以色列的领袖和先知 一起行不公义的事 他们通过行贿来统治国家 歪曲公义 偏袒有钱人 抢走穷人的土地 保障和希望 所有这些事都违反了摩西律法 律法不允许以色列百姓 买卖家族的土地 即使家里没钱了 也不能这么干 所以神的审判 将通过一个强权的帝国 临到他们 这个国家会毁灭北国 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 让他们变成废墟 这些都是十分严厉的警告 但是每一个警告 都已充满盼望的应许结束 第一个应许是一首诗 描述神像牧羊人一样 拯救并重新召集他的羊群 也就是他的渔民 神要把他们带到好牧场 再一次做他们的王 第二部分从头到尾 描述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景象 弥加说 这种情况不会持久 有一天 神会高举他的圣殿 他的同在会充满圣殿 他的渔民会住满圣城 神的目的是让耶路撒冷 成为天与地交汇的地方 这样列国的人都会涌到耶路撒冷 神会成为列国的王 让和平临到全地 两首诗歌的结束部分充满了盼望和力量 在书卷下一部分则发展成一组设计巧妙的诗歌 描绘了以色列和万国未来的盼望 我们得知 在亚述发动攻击之后 以色列会被攻取 被掳到巴比伦 但在那里 神会复兴他的百姓 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土地 然而我们得知 在新耶路撒冷一位出自大魏后裔的弥赛亚君王会来到 他将出生在伯利恒 会在耶路撒冷统治神回归的百姓 最后 在弥赛亚掌权的神的国度中 神忠心的渔民会成为列国的祝福 但同时 神会在最终公义的审判中消灭世界的罪恶 书卷的最后一部分 又返回到与第一部分相同的模式 先发出警告 随后给予盼望 弥赛再一次揭露以色列领袖不公义的交易 给这片土地和人民带来的破坏 在这里 弥赛引用了一句名言 总结了人跟随神的真意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可 以色列恰恰不肯这么做 所以 他们注定被毁灭 不过 这卷书以另一个充满盼望和力量的信息结束 以色列被拟人化为一个人 他独自坐在羞耻和失败中 这清晰地象征着以色列的毁灭和被掳 这个人等候神的怜悯 他恳求神垂听他的祷告 赦免他 但为什么呢 神为什么要垂听并赦免这些既不忠诚又叛逆的百姓呢 世人讲了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神的属性就是这样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过犯呢 世人知道 神的怜悯 大过他的愤怒和审判 第二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世人说 你必向雅各显诚实 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就是古时你启示应许我们祖先的 书卷最后的话 指向神在创世纪中 对亚伯拉罕家族的应许 神承诺会通过亚伯拉罕的家族 让万国得到赐福 但是以色列要成为祝福者 首先要忠于他们的神 这也解释了弥迦书中反复出现 先有审判后有盼望的原因 如果神要通过以色列赐福万国 他就一定要对付并审判子民的罪恶 他的审判会带来盼望 因为神永远的爱和他的应许 大过人的罪 他的终极目标不是要毁坏 而是要拯救和赎毁 或许正像弥迦书结尾所讲的 神喜爱施恩 必在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这就是弥迦书的经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吴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